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妈祖 前往园林北港朝天宫静香 昨天是来到了最后一天 从朝天宫回城 约花一天半的时间 走了超过一百二十公里 相当考验信重的角力 而在昨天下午四点钟左右 完成了回宫入庙安座儀式 今年为期九天八夜的静香之旅 到此圆满落幕完成 信重將臺一線擠得水泄不通 長長的人籠看不見鏡頭 白沙屯媽祖卵叫 静香的最後一天 二十號回到苗栗海縣 在通宵秋冒原前的空地 四人小轎換成了八人大轎 廟方人員將短轎中的山邊媽和白沙屯媽 分別請回各自的轎子 也一位完成這次的静香 換回大轎後 博貝亞就會依照習俗向村裡通報 媽祖要回來了 廟方表示 白沙屯媽祖在北港朝天宮完成靜香 後 十八號凌晨 從雲林開始回城 預計三十六小時內回到拱天宮 只花了一天半的時間 就走了超過一百二十公里 速度比以往快了兩三倍 沿途信眾熱情迎接 以泡城接風洗塵 而沿途也有這麼多 未老鄉丁 二十號下午拱天宮周邊已經擠得人潮滿滿 而博貝亞也在下午的三點多 進到廟城 準備回宮 信眾的吶喊聲中 博貝亞在下午四點 整進到拱天宮裡 眾人將白沙屯媽祖請回鎮店 為期九天八夜的靜香劃下句點 這回報名的休丁喀有十一萬多人 但廟方估計 參與活動的超過二十萬人 規模堪稱歷年之罪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廟地報導